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有了孩子自己怎么还说不清楚 独育丈夫被骗了 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法律讲堂 我们今天的案例 要从莉莉好不容易怀上孕 说起 在医院的化验窗口 莉莉独自一个人等待着结果 她有些焦虑 甚至是忐忑 她抱着一丝希望 又怕像前几次一样 希望越大 失望也越大 十几分钟以后 窗口递出了一张燕云单 上面清晰的写着两个字 阳性 终于怀上了 看到这已经期盼了多年的两个字 莉莉喜极而泣 多年不孕 婆婆抱怨 夫妻郁闷 这所有的一切 即将随着新生命的到来 而烟消云散 莉莉难掩心中的激动 要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啊 头一个就得告诉婆婆去 婆婆电话里啊 是万分的激动 一个劲地交代着莉莉 好好原地待着 这头几个月啊 千万得小心啊 莉莉一个人在医院 那怎么能行啊 得赶紧通知旗子 大家得赶紧赶过去医院 莉莉觉得幸福极了 挂断了婆婆的电话 就准备打电话给旗子 旗子呢 是莉莉的老公赵琪 真是说曹操 曹操就到 刚要拨通电话 赵琪的电话就打进来了 莉莉啊忍不住笑了 赵琪这得有多开心呢 然而赵琪并没有 意料当中的欣喜 十分的反常 电话里一连的追问 让莉莉二丈和尚 摸不着头脑 她问的问题更是古怪 你怎么一个人去检查 你干嘛不先告诉我 为什么先要告诉我爸妈呢 怀了多久了 在医院待着等着我 问完这一连串的问题 还没等莉莉回答 丈夫赵琪便挂断了电话 往医院港 莉莉能感觉到 赵琪这是话里有话 但又猜不到是什么意思 很快赵琪和公婆 就出现在了医院 但接下来 赵琪的表现 让莉莉的心中 更加胃杂沉 公婆是欢天喜地 连掺待服的 把莉莉当个宝 喊着赵琪去跑前跑后 可是赵琪呢 却黑着一张脸 拿着厌运单 避抄单 左看右看是一语不发 当大夫告诉大家 怀孕应该有两个多月了 她的脸色更加的难看 而赵琪这反常的一切 让莉莉既觉得尴尬 是又觉得窝火 幸好公婆只顾着开心 还没有察觉到 这不寻常的气氛 莉莉也就无从发作 这一连几天啊 赵琪的情绪始终不对 对莉莉怀孕的这件事啊 赵琪似乎在父母面前 是强颜欢笑 在莉莉面前 又是心事重重 情绪极差 莉莉想不通啊 难道是赵琪 还没有来得及适应 当爸爸的感觉 或者有其他什么原因 莉莉只好这么宽慰着自己 可是让莉莉难以理解的是 赵琪越来越不对劲 她整天里啊 郁郁寡婚的也就算了 可动不动就说自己工作忙 总是不太正常 不是说加班就是有应酬 经常是烂醉如泥的到家 要么是忙工作 要么一个人猫在书房里面发呆 这一切实在与莉莉想象 当中赵琪本该有的准爸爸的形象 是背道而驰 让莉莉实在难以接受 这孩子啊是好不容易才要上的 按理赵琪应该欣喜若狂才是 她究竟怎么了 莉莉决定啊这天晚上无论如何要跟赵琪谈谈 莉莉看到赵琪啊又进了书房 正准备开门进去 在门外啊就听着赵琪似乎在打电话 一心呢听到竟是一些抱怨之词 我很难受日子没办法过下去了 我没有办法面对她了 莉莉听的是心惊肉跳啊 难道赵琪在外面有女人了 否则自己怀孕 赵琪的反应怎会如此怪异 一定是小三 一定是 在书房门外 莉莉像是被人打了一击闷棍 傻站在那里 进去也不是 走开也不是 直到书房里还在讲电话的赵琪那一句 我们得见个面 我的痛苦啊只能跟你说 就这一句话 让莉莉决定悄悄跟踪赵琪 她想知道 那个能让丈夫诉说痛苦的人到底是谁 她要弄清楚这一切 但是当她尾随赵琪 终于见到了那个人的时候 莉莉瞬间就崩溃了 那天啊 莉莉一路尾随着赵琪 进了一家茶社 莉莉在包房外 听到一个温柔的女声 琪子啊 男儿有泪不轻弹 事情总能解决 你别太难过 这是太熟悉的声音 难道 难道是小家 怎么可能呢 莉莉拉开门就进去了 当莉莉与小家四目相对 莉莉恨不得自己瞎了双眼 算了 赵琪正攥着小家的手腕 满眼热泪 小家 她可是莉莉的发小啊 无话不谈的闺蜜 怎会这样和赵琪私会 这等背叛谁能忍受 莉莉气得是浑身发抖 事情总能解决 我是爱照你们事儿的对吧 拿起茶杯就泼了小家一身 顺手还想砸过去 赵琪啊 眼急手快的一把夺下茶杯 哐的一声砸在地上 暴跳如雷的 竟然给了莉莉一巴掌 够了 陈莉莉 爱事儿的人是我吧 你先把你的野种给我说说清楚 这句话如同晴天霹雳一般 把莉莉劈得是七婚八素 这么多年来 为了能怀上个孩子 自己吃中药上医院 看尽了公婆的白眼 心力憔悴 什么样的苦和累都受够了 真是人前欢笑背后落泪 本以为这怀上运了 万事大吉 就等着幸福当妈 这没想到闺蜜和老公 这样瓜葛不清 更万万没想到的是 老公竟然还要往自己的身上泼脏水 说孩子是野种 莉莉被噎得是彻底无语 浑身力气也只剩下一跺脚 头也不回的就冲出了茶社 到了家 收了行李就出门 不想刚出门就撞上 过来送鸡汤的婆婆 婆婆一看 莉莉失魂落魄 拿着行李 一看驾驶不对啊 连忙追问 这不问还好 一问之下 莉莉情绪失控 竟然昏倒在楼道里 怀的孩子竟被丈夫怀疑不是自己的 她无法接受这样的侮辱 这抓奸成双 怎么能空口白蛇的这样说呢 她去医院寻找真相 才得知丈夫隐瞒多年的一个秘密 医生说啊 赵琪患有无经症 丈夫既然患有无经症 自己怎么可能怀孕 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 胡遇丈夫被骗了 正在播出 莉莉昏昏沉沉的醒来 已经是在医院的病床上了 她心里一惊 脱口而出 我的孩子 硬生的竟然是赵琪 孩子没事 莉莉黑着脸 等着赵琪表态 可赵琪倒不像是要认错的样子 莉莉 一码归一码 我跟小家是清清白白的 我也认真考虑了 有些事情 我不准备计较了 只要你肯继续过 我就同意 野种 不计较 莉莉肺都快气炸了 无论是赵琪是真误会 还是为了掩饰小家的事情 赵琪也都是混账一个 莉莉不想解释 也不想开脱 张嘴就一个字 滚 就这样 莉莉出院的时候 直接就回了娘家 这气还没消 竟然婆婆就找上门来了 不是劝和来的 竟然是戳莉莉的脊梁骨来的 婆婆言之凿凿的说 莉莉出轨了 给琪子戴绿帽子 这抓奸成双 怎么能空口白舌的这样说呢 原来呀 莉莉不辞而别的出院 急坏了那老两口 婆婆先是做自己儿子的思想工作 赵琪啊 被老人说得急眼了 脱口而输 竟然说自己被莉莉戴了绿帽子 这孩子呀 根本不是自己的 这婆婆不信呢 这话是不能乱讲啊 赵琪才硬了头皮招了 因为医生说她生不了 原来夫妻俩多年不孕 婆婆催着莉莉早就做了检查 赵琪呢 说自己不用检查 时间久了 赵琪自己也有点不踏实 挨着面子呢 就偷偷的拖人到医院里去检查了一下 医生说啊 赵琪患有无精症 听婆婆这么一说 莉莉简直是五雷轰顶 这怎么可能呢 这怎么可能呢 怪不得她认为自己被戴了绿帽子 这所有的一切被印证的最权威的证据 显然就是赵琪的无精症 这事情实在是太蹊跷了 莉莉觉得自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她是彻夜难眠啊 她想起 她曾经跟小家一起 见过小家的一个男同学 在某男科医院工作来着 于是莉莉就去找了 那小家的男同学倒还记得莉莉 挺热情的 按照这男同学的说法 如果是正规医院确诊为无精症的 那是不会怀孕的 但如果是一些不正规的医院 也会有误诊的可能 这个男同学啊 打去道 大多数男人啊 都挺隐晦的 爱面子 那不是小家吗 就曾经拖过来一个男的 偷偷的来检查 你说现在的男人 怎么就不敢光明正大的来检查呢 接下来 这位男同学还在说着什么 但莉莉已无心取听了 肚子里的这个孩子 她非常肯定是丈夫赵琪的没错 但赵琪怎么会有无精正的检查结果呢 会不会与闺蜜小家有什么关系 莉莉心乱了她 但还没等她理清楚呢 就又发生了一件令她无比气愤的事情 那天晚上呀 好不容易才睡着的莉莉 被手机铃声给吵醒了 是赵琪的一个朋友 语无伦次的 一听就是喝多了 莉莉啊 赵琪是我哥呀 是好人哪 你看他都喝哭了 你得对他好呀 你不能这样对他 莉莉呢 不难想象 赵琪得有多痛苦 喝的呢 一定是一塌糊涂 莉莉啊 还是心疼的 即使是百口莫辩 也终有水落石出的时候 再说不清的事 也得说 不能让赵琪这样对待她自己 于是啊 她挺着肚子 连夜往家回 只是莉莉万万没有想到 那个晚上 她怎么也敲不开自己家的房门了 匆匆赶到家门口 一眼望去 家里亮了灯 莉莉走时没拿钥匙 这左敲门右敲门也没人开 想来肯定赵琪是醉的不省人士了 莉莉一边拍打着家门 一边拨打着赵琪的手机 屋内传来电话铃声 可是没人接电话 也没人来开门 莉莉不放心 只好又联系之前通话的那位朋友 那位也是喝得稀里糊涂 嘟囔了一句 放心 我赵哥有人接 莉莉听怕这句 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 她拨通了小家的电话 电话通了 当同一时间 屋内也传出了电话铃声 而立即又被挂断时 莉莉哭笑不得 三更半夜 他们孤男寡女 现在是堂而皇之的 纠战雀巢了 想到这里 莉莉死命的开始砸门 我还没离婚呢 你们就急不可耐了 莉莉又哭又闹 动静实在太大 周围人家的灯啊 都纷纷亮了起来 隔壁邻居披着衣服 出来看热闹 就在这个时候 房门突然打开了 冲出来的赵琪 根本顾不上暴怒的莉莉 一路狂奔冲下楼 边冲边喊 快打120 小家掉下楼去了 小家居然坠楼了 莉莉呆若目击 肚子一阵痛 双腿一软就瘫在了地上 邻居慌了 大家赶紧把两人 都紧急的送往了医院 经过诊断 小家重伤昏迷 在急救室抢救 莉莉由于惊吓 也住进了医院 那么事发当晚 屋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小家又为何而坠楼呢 赵琪一时间为了两个女人 上下奔波疲惫不堪 小家昏迷 警方对赵琪和莉莉都进行了调查 初步排除了刑事案件 可赵琪对警方的说法 莉莉却不能相信 赵琪说那碗自己确实喝的挺多 心里面难过 是一杯接着一杯 后来呢 接到小家的电话 说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和赵琪谈 可赵琪大约是喝的太多了 小家开车来了之后 赵琪一上车就呼呼睡着了 赵琪就直接被小家送回了家 进了家门 赵琪稍微清醒了一点 小家呢就给赵琪倒了一杯水 正说要简单的聊几句 门外就传来了莉莉的敲门声 赵琪要去开门 小家说怕误会暂时别开了 直到小家的电话也响了 眼看要穿帮了 小家吓坏了 拽着赵琪死活都不让开门 赵琪啊告诉警方 她也不理解 面对莉莉的叫骂 小家为何会如此害怕 一时间会六神无主 苦苦的哀求赵琪不要开门 最后慌不择路的 竟然要从三楼爬窗逃离 甚至还要求着赵琪 用床单拉着她放她下去 赵琪喝多了 脑子也是一片空白 束手无策 她也怕 莉莉继续误会 又不知道该怎么劝说小家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她 绑了床单 顺着窗口往下滑 谁也没想到的是 床单没绑牢 小家竟然坠楼了 小家昏迷 赵琪这样的说法 大家实在想不明白 为什么小家宁愿选择冒着生命危险 爬窗户逃离 也不愿意去开门解释呢 这背后到底还有怎样的秘密呢 秘密还没解开 莉莉和赵琪竟然就收到了一纸诉状 小家的父母代表昏迷当中的小家 起诉了莉莉和赵琪 要求两人对小家的人身损害 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小家因慌乱逃跑而坠楼 难道莉莉和赵琪都负有责任 莉莉的吵闹和赵琪的默许 最终导致小家意外坠楼 小家的受伤赔偿问题刚解决 赵琪无精证的问题 又引起夫妻俩的怀疑 赵琪是精子数量极少 活力不足够的少 找精证 找精证怎么成了无精证 一字之差便差十千里 这其中究竟有什么 不欲丈夫被骗了 正在播出 诉状中原告称 莉莉门外的疯狂吵闹行为 让自己感觉到非常恐惧 赵琪留宿小家的行为引发事故 同时赵琪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有能力预见到小家逃离的行为多么危险 不但没有制止 而且默许并且提供了床单等物 莉莉的吵闹和赵琪的默许 帮助导致人生损害行为的发生 最终导致了小家的意外坠楼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那么什么是他们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呢 这里面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关键词 叫做混合过错责任 混合过错又称过失禁合 是指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结果的发生 或扩大 不仅加害人有过错 而且受害人也有过错的行情 民法通则对混合过错责任承担明确做出了规定 该法第131条的规定 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 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 这是我国现行法律 对混合过错及其民事责任的具体表述 那么莉莉和赵琪是否应当承担责任 又应当承担多少责任呢 在确定混合过错的责任范围时 双方所负担的责任大小 应当以各自的过错程度来确定 加害人只负责由于自己的过失 所应当承担的责任 在确定混合过错的责任范围时 还有一种情况 受害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可以免除掉一般过失加害人的责任 案件的审理脱费周折 历经多次的开庭 小家苏醒后的司法鉴定 和法官数次亲赴医院听取的陈述 法院最终认定 原告与被告照其均否认存有婚外恋情 历历确信误会的情况下 历历事发当晚所有的过激行为 应当不足以对屋内的两人形成威胁和恐吓 更不足以导致小家要选择这样极端的方式逃离 故历历仅存有一般过失 而小家自认纯属误会的情况下 作为一个成年人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 应当选择正确的处理问题方式 也应当预见到极端方式的逃离 具有极大的风险 所以呢 法院认为小家存有重大的过失 历历对小家的人身损害 不承担赔偿责任 而赵琪虽然是久后不慎清醒 但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应当能够预见到 小家所建议的逃离方式是有巨大危险的 并且应当阻止而未能阻止 提供了床单 默许了这种极危险的逃离方式 他未能选择正确解决问题的方法 对小家的逃离方式又不加之指 存有重大的过失 与小家的重大过失 混合导致人身损害结果的发生 故法院认为 赵琪应当对小家的坠楼 承担30%的责任 共计赔偿人民币32万余元 通过这场诉讼 以及法庭取证 莉莉相信了赵琪与小家的说法 小家只是对赵琪表示关心而已 并没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但莉莉还是不理解 既然两人关系是清白的 小家为什么如此害怕 见到莉莉还导致坠楼呢 难道是小家心里有鬼不成 莉莉呢顾不上多想小家的反常 反而一心呢是想弄清楚 赵琪的无精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她好言相劝 带着赵琪来到了小家男同学所在的那家医院 没想到啊挂完号一进诊室 男同学看到赵琪竟然惊呼了一声 啊是你啊 然后这男同学医生是左看看莉莉 右看看赵琪 直纳闷的说 这莉莉你来问的明明是无精证 可当时赵琪啊 我印象很深刻 一副是见不得人的样子 是私下里来做的检查 当时还是小家拖过来的 都没有出书面报告 还不好意思来听结果 这男同学啊 是电话里通知了小家来帮忙转达 赵琪是精子数量极少 活力不足够的少精证 这此话一出啊 震惊了几人 一字之差可是天壤之别啊 这无精证一出 赵琪能不怀疑自己的老婆 肚子里怀的是别人的孩子吗 会不会是小家不懂 传达的时候口误了呢 虽然呢 还有疑问 但是这夫妻俩啊 已经算是兵士前嫌了 俩人决定 不管怎样 这事啊 对小家的伤害最大 还是要悉心照顾他的 那天啊 夫妻俩相拥来到了小家的病床前 莉莉告诉小家 自己啊 已经想通了 既然已经证实这个孩子就是他和赵琪的 之前大家都误会了 以后啊 还不如好好的继续走下去 没想到啊 小家听到这里泪流满面 断断续续的说出了他心底的秘密 让莉莉和赵琪都大吃一惊 原来当年啊 当莉莉兴高采烈的介绍自己老公给他见面的那一刻 也就是小家 也就是小家第一次见到赵琪时 小家像是被电触到了 命运如此捉弄 这个体型高大 脸上有着性感螺塞胡和一双迷人眼睛的男人 小家见到他的第一眼起 竟然是他要成为别人的丈夫 而且是自己闺蜜 莉莉的丈夫 这几年来 小家心里一直放不下对赵琪的暗恋 他更知道 莉莉和赵琪在生育上多年的困扰 所以当赵琪找到小家 帮忙找医生 说是别的朋友要检查的时候 小家断定 赵琪口中的别的朋友 一定就是赵琪自己 也许真的是意识鬼迷心窍 当赵琪紧张的问他检查结果时 他犹豫了一下 把检查结果的少经症 说成了无经症 就这一字之差 差点逼得他两人走上离婚之路 断送情缘 小家暗恋的痛苦 谁又能体会 说到这里 小家留下了悔恨的泪水 他说 其实啊 得知你怀孕后 我一度也以为你出轨了 因为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有了 后来我特意去问了一下老同学 原来少经症 并不像我想象当中的几率那么低 于是我内心的悔恨 越来越多 越来越重 经常压得我喘不过气 小家左思右想的好些阵子 眼看着赵琪成日里的戒酒消愁 各种不堪的传言 开始满天飞 他决定 带着悔恨的心情 鼓足勇气 向赵琪坦白这一切 可是没想到 阴差阳错 赵琪醉酒 自己还没来得及说出口 丽丽就已经堵上了门 误会 再加误会 就是跳进黄河 也洗不清了 一切来的都太突然了 让他一时间难以面对 彻底没了方向 满脑子 只想着选择逃避 一是休 二是愧 一心想逃就出了坠楼的意外 小家羞愧的说 我在病床上躺着 时间久了 自然就想明白了 这一切的遭遇都是我自己作孽 我是始作俑者 一切是因我而起的 所以丽丽啊 错在我不在你 更不在赵琪 丽丽抚摸着小家憔悴的脸庞 心疼的说 你太傻了 真的太傻了 咱们都不去想那些难过的事了 往前看 好好地治病 争取站起来 以后咱俩还是最好的朋友 这确实是一个令人唏嘘的案例 与其说小家爱上闺蜜的丈夫 不如说她是嫉妒丽丽 能够拥有一个好丈夫而已 而赵琪和丽丽之间的矛盾 也是因为夫妻之间没有足够的信任 缺乏有效的沟通 才会让误会不断地自生 好 感谢收看本期法律讲堂 大家再见 大女儿离婚 小女儿遭绑架 老母亲痛不欲生 抱着张丹就嚎啕打哭 小女儿遭侵犯后惨死江边 而幕后主谋竟只向大女儿前撕 我恨我丈母娘 她一直瞧不起我 主谋落网后 又为何声称自己不是杀人真凶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小女儿丢了性命 前女婿的抱负 下期播出